上节咱们讲到银跳伞方计的组成 介绍了它的军药和尘药 银花莲翘剂量大 芥碎豆豉剂量小 它们配合起来 共同地组成了新粮纸剂 它的作用 大家看都符合青阳的原则 所以能够疏风 清热 透表 使鞋从表入 还从表解 遏制了它向里传遍的道路 这是主要成分 其他成分 薄荷 新粮 清热 透表 它是新粮药 能够清洁表热 透洁表邪 牛棒子 心平 或者说它新粮吧 疏散风热 能够立烟头 这种病人往往有烟痛 所以它能够清热立烟止痛 再配上甘草和鸡梗 苦鸡梗配生甘草是什么方 是沙哈论的方 鸡梗汤 它能够立烟后止烟痛 所以呢 牛棒子和鸡梗干草配起来 能够立烟止痛 同时鸡梗又能悬肺止磕 它是由于肺气不悬而导致的磕 磕不是主症 发热是主症 那么 银花莲鞘 芥碎都止 悬肺本身 就能够止磕 再加苦鸡梗 降肺气 以止磕 竹叶 是苦寒药 一方面 它本身是叶 很轻 所以轻阳喧透 能够透热 向外透热鞋 清热 再一个 竹叶还能下行 竹叶能够从小便里边卸热 它还给热鞋找出路 使热鞋从下去 当然这是个辅助作用 都不是主要的 主要还在于军药和尘药 所以这个方济 酒味药这事 组合起来 共同地构成了一个 新凉止剂 它的主要作用 是舒风 透热 心散 凉清 清轩 去除表鞋 同时 坚固了 头痛 咽痛 磕 这个方济怎么用 为什么叫银跳伞 大家说它是个汤济 还是个散济 散济怎么用 散济是车药面啊 它这个和散济也不同 和汤济也不同 它的用法 是主散 为什么叫散呢 散者 散也 它有发散作用 发散什么呢 发散代表的风热邪气 所以叫散 但是它和五零散又不一样 五零散是把五味药严成面 用米汤或者热水送服 它不是 它要煮一煮 是把这个药沫 这九味药 倒成粗沫 很粗 不是细面 不是直接吃面 放在水里边煮 但是煮呢 还不是用清水煮 用炉根煎汤 用鲜炉根煎水 煎完了之后 用这个炉根的汤 再来煮 你晓得 煮多长时间呢 大家看 咱们讲义上写了 用无极通的原化 煞 储为散 就是上边这九味药 把它倒一倒 倒成粗沫 这叫散 每幅六千十八克 请同学们注意 莲窍一两 银花一两 杰梗六千 薄荷六千 竹叶四千 甘草五千 芥瑟四千 豆豉五千 牛帽子六千 合在一块 这肯定不是六千吧 它把它倒了以后 每次用六千 怎么煮呢 先煮尾根 你别拿尾根 跟它一块煮 尾根和这个伞一块煮 那时间就长了 时间短 尾根的作用出不来 时间长了 银啸伞失效 所以是先煮楼根 煮上二十分钟 再拿那个水 去煮银啸伞 去煮这个伞剂 这叫先尾根汤煎 煎到什么程度 香气大出 继续服 木过煮 特别注意这一点 什么叫香气大出 是药味最浓 一般来说 也就是五分钟 开锅以后五分钟 香气大出 药味最浓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些个药里边 所含的回发油 都煮出来了 再煮 香味就没了 你煮时间长了 那些回发油 就都回发了 它就没味了 它告诉你 不要过煮 一般的人习惯 就是这汤药 煮时间越长越好 这个不是 这是煮伞 还是要它发散 取的是它的心味 所以不能过煮 它下边给你分析原因 肺药取清清 入肺经的药 要取它质地清 良性来清热 过煮则胃后 而入中焦仪 这为什么不让你过煮呢 过煮心味就没了 只有心味 它才入上焦 如果心味都没了 那么就剩了苦味和甘味 它就不入上焦了 入中焦了 就等于呢 治胃去了 胃没有病 你给它吃什么药啊 病带肺 你让药往胃里去 不是白吃吗 就这么个道理 这是肩法 请同学们一定注意 底下 伏法 病重者约二十一伏 是病情重的 体温很高的 磕也重 头疼也重 两个时辰 也就是四个小时 吃一次 那么白天十二个小时 四个小时一次呢 白天就是三次 日三伏 夜一伏 夜间还要吃一次 就是一天吃四次药 轻者 体温不是太高 头疼啊 磕啊 都不是很重 相对来说 轻一点 三十一伏 六个小时一次 那么白天两次 夜间再来一次 日二伏 夜一伏 病不结者 做再伏 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是告诉你 二十四小时 一昼夜的 伏法 如果 吃了以后 一昼夜 病情 并没有好 再来 第二天 还这么伏 做再伏 那么就是说 银翘散 每次用六千 是不是都是新的 我这次拿六千 煮了 下次不是再煮这六千了 又换新的了 他老是新药 他底下接着说 盖 肺位最高 就在五荡六腑里边 肺是滑盖 它的位置最高 要过重 则过病所 你如果用药太重 比如说你用石膏 织母 这些药 它往下去了 它不走表 不走表 往下去了 少用 又有病重药性之患 如果用的太少 病重药性 力量不够 达不到 也没作用 所以 他想了这么个法 故从普及消毒瘾 实施清阳法 它是仿造那普及消毒瘾 的服法 一会儿一吃 一会儿一吃 让这个药 始终在上交起作用 为什么白天服三次 夜间还服一次 就是说 我让你这个药 始终在起作用 始终在上交 一个 不要过足 一个服药 要贫服 不能说 早晚各一次就完了 24小时就吃两次 那不行 再一个 煮的时间过长 也不行 那么这就是说 提示我们 在临床应该怎么用 大家在临床 使用银翘散 现在一般都用汤剂 都是煎汤 量还不小 银花15克 链翘15克 接梗10克 你这房子下来 肯定比他这个量大 因为他一次财富6000 但是效果好不好 说实话 银翘散临床疗效怎么样 好吗 一般反应不好 不是这个方剂不好 肩法不对 一般的医生 开完房就走 让病人拿着就走了 也不嘱咐 怎么肩药 银翘散如果做汤剂 可以 但是你要告诉病人 先用凉水泡 不能用热水泡 特别是 先把炉根水煮出来 把炉根的水晾凉 泡这个药 为什么用凉水泡 因为 有些药里边含有淀粉 你用热水泡的时候 淀粉就出来了 把那药一包 其他成分就煮不出来了 所以泡药必须用凉水 泡20分钟以后 开大火烧开 烧开以后 香气大出即取福 味儿成浓 赶紧就关火 倒出来 就喝 这个时间大约 开锅之后5分钟 烧开之后5分钟 不要再长 你要节省20分钟 那肯定就没多用了 就跑中角去了 它就剩了苦味了 和甜味了 所以银翘散做汤剂 使用效果不好的原因 不在于这个药物本身 而在于肩法不对 再一个 伏法不对 一般的习惯 认为中药都是早晚各一次 一天两次 这个不对 不对 应该是 病重者日三伏 夜一伏 病轻者日二伏 夜一伏 夜间要有一次 白天你起码要是两次以上 三次 这是伏法 那么近年来 临床使用 银翘解读丸 还有灵翘解读丸 银翘解读丸 加上领阳脚 灵翘解读丸 还有颗粒剂 还有浓塑碗 我见过浓塑碗 这种碗一点作用都没有 白吃 为什么 挥发成分全没了 浓塑碗效果最不好 蜜碗效果好不好 看怎么吃 还行 你看吃几碗 一次一碗 一天三次 不行 力量不够 咱们这个蜜大碗 就算是三前 一般过去说是三前 现在是九克 请问 这九克里边 钥是多少 一半是多少 4.5克 4.5克是多少钱 是一千半 无拘通用的是多少 是六千 你这个钥是人家的四分之一 而且呢 对半是蜜 蜜有什么作用 干缓 蜜有干缓作用 夹上蜜之后 把这个发散作用 它给它牵制住了 等于这个钥要向外发散 蜜在后边 把它拉着它 所以 它不仅是 剂量不够的问题 加上蜜之后 还有一个牵制作用 所以呀 一次一碗一天三次 不行 怎么用 一般我是这么用 强调一个首次量 第一次 四丸 你算算四丸是多大量 四丸要量是六千 再加上六千的蜜 那个作用 已经就没有散击好了 没有煮散效果好 所以呢 用点姜汤 生姜 煎汤 把那蜜的牵制作用 给它抵消了 促进它悬头 用点姜没有问题 用姜汤 送输 您说四丸量太大了 量不大 这是首次量 第一次 第一次用个突击量 体温下来了 症状减轻了 第二次两丸 那根据病情 也许三丸 也许两丸 如果很好 也许一丸 根据病情的变化 也就是说 你不管多少 一天要用三次 一天要服三次 两次 力量不够 再一种 灵窍解读完 灵窍解读 比银窍解读的效果好 为什么 它加领阳脚 领阳脚能够清肺热 领阳脚不是光清肝 药性护肤脚 拿得很清楚吗 膝脚解乎心热 领阳清肤肺肝 它清肺 所以对 表症又有肺热的效果 在解表同时 有清肺 所以灵窍解读 比银窍解读 效果好 有人做过临床观察 也做过报道 银窍散地 所有记性里边 哪种记性最好呢 带泡机 把银窍散导成醋沫 装在袋里边就跟拿门的茶叶似的 装成袋 用开水一冲 闷一会就喝 这种记性是最好 不管是从退热的角度 还是从增强免疫力的角度 效果都好 带泡机最好 因为带泡机 它为什么效果好呢 因为它和吴居通的原意是一样的 以前我就给大家介绍过 反复强调 伤寒论里边 桂枝汤是第一方 张仲景在桂枝汤的肩服法里边 讲得多清楚啊 是吧 吃了桂枝汤以后 出热西州一大碗 他得干什么 温富一时许 变神则则唯似有汗者一家 不可令入水流离 并避不出 那就是说 桂枝汤的发汗力量也不大 还得喝一碗热西州 注这个药力 再盖上背 五一五 出点小汗就行了 银俏胆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作为温定调变的 真正的第一方 吴居通讲得也很清楚 应该怎么煎 应该怎么服 你现在用 咱们临床上用 一般都违背着这个原则 不是这个用法 失去了它的截表意义了 弄个银俏汤 煮来煮去煮二十分钟 它还有发散作用吗 第一次这么煮 第二次还煮 又煮二十分钟 第二次更没作用 所以它这个 每次溜钱都是煮新药 效果肯定是好 以前我给同学们介绍过 后来他们反应 有的个体开业的 他们自己就把它制成这个 散机 一袋袋装好 病人来了 给你拿几袋回去充 反应效果特别好 银俏散是好方 临床疗效非常好 就看你用的得法不得法 做汤剂可以 不要煮时间太长 香气大叔继续服 做丸剂 服用方便 有些人煎汤不方便 服用丸剂方便 那么你量要大 比如说大米玩的 来它四碗 用点姜汤一送 效果很好 千万不要用那浓缩碗 一点作用都没有 最好是大炮机 大炮机在市场上不大常见 但是有人做过这实验 人家报道了 大炮机效果最好 这个跟吴俊通的组方原则 是一致的 下面有几个问题 咱们要讨论一下 一个 第一个问题 银俏散 说是新凉清洁 新凉解表 那么是不是通过发汗来解表 银俏散有没有发汗作用 有没有 出汗不出汗 无拘通 没有提发汗这个字 你找遍银俏散 方论也好 他条文的分柱也好 都没有提发汗的问题 而且在银俏散方论里边 特别强调 温病不可发汗 特别强调温病不可发汗 发汗 汗之不为不解 反生他患 你等于为贼立志 给贼要起那汗了 他还能提发汗这个词吗 在上交篇第16条 他特别 专拿出一条条文来讲 发汗的 副作用 怎么造成坏病 太阴温病不可发汗 就是强调不能发汗 发汗 如果误用了发汗法 什么后果 发汗而汗不出折 发了汗以后 没出汗 必发本诊 就是说呀 用了发汗的药 汗没发出来 把血给发出来了 或者发疤 或者发疹 汗出过多者 真发出来了 而且出的很多 毕神浑沾雨 热腺心包 伤了心气 大量的出汗 伤心阳 伤心气 好心阴 导致邪气内线 神浑沾雨 他特别提出来 劲 哪些要不能用呢 生麻 柴虎 当归 防风 枪火 葛根 三春流 就是成流 这一类的新闻 都不能用 记这些药 应该怎么治疗 发斑者 化斑汤主持 发疹者 银翘散 去豆豉 加细生地 丹皮大青叶 被原神主持 神浑沾雨者 清宫汤主持 牛黄丸 紫血丹 菊房质宝丹 一主持 这一条啊 就专门讲 温病误化 而导致的 后果 那都是重症啊 发斑也好 发疹也好 神魂沾雨也好 都是重症啊 所以物汉 会导致这样的后果 那你想想 这个房积 还能是发汉的房积吗 叶田氏讲 代表 初用新良清剂 也没提发汉呢 叶田氏讲 再为汉之可也 是提到汉字了 这是 汉分证的治疗大法 汉之可也是发汉吗 这汉 是使动词 这肯定是个使动词 没有问题 在协贷位分 使它出汉就可以了 使它出汉 是不是就一定发汉 那不一定 怎么让它出汉 银翘散就能让它出汉 但它不发汉 关于汉的问题 咱们上次提过了 在生理状态下 有没有汉 健康人 天气炎热 剧烈运动 或者是热地饮食 总归体内的热量有余 就要向外发散 来调节体温 所以 它有生理性的汉处 这个属于正常现象 正常 还有一种情况 病理性的汉处 就是在病变的状态下出汉 深大热 口大壳 大汉处 脉红大 白虎糖症 是不是病理的汉 是由于李热胜 热血蒸腾筋液 所以出大汉 这种是病理 那么回过头来看 风热 邪气 勤洗 胃粪 有没有汉 咱们提到 无汉 或少汉 或者无汉 或者有少量的汉处 没汉 皮肤也不干 有汉也不多 那是总归 说是风热血气浸泛体表 作为风文病来说 它可以有汉 但是它不会是大汉 这种汉出的不差 因为什么 汉出而热不解 虽然有汉 但是热命不退 这种汉 是生理性的 还是病理性的 是属于哪一种 是病理性的汉 为什么 是风热血气 鼓动了筋液 风热都是阳血 它既能伤筋液 又能鼓动筋液 像体表鼓动 所以使筋液 从体表伸出 可以出现少烂的汉 即使没汉 皮肤也不干 就说明 它那个筋液 是能向体表来的 这是被风热血气 所鼓动所造成的 还是病理性的汉出 就是说 前提是 银翘散本身 并不是干热无汉 它可以有汉 但是呢 这种汉不正常 不是生理性的 是病道成的 再一种情况 药理性的汉出 我们用药使它出汉 比如说麻黄汤 可以发汗吧 那么这种汉 吃之前 干热无汉 吃完之后 出一身大汉 这种汉肯定是药发出来 吸引用SB0 解热阵痛剂 也可以发汗 百福宁不都是发汗药吗 总归 是通过药物的作用 让它出汗 汗出来之后呢 血就散了 发汗的目的是为了散血 一般说出汗 大概就是这三种吧 生理的 病理的 在用药之后的 那么请问 吃了吟跳伞之后 出汗 是属于哪一种 是属于哪一种 要我说 是通过药理作用 恢复了正常的 生理功能而汗出 不是药物发的汗 你看看这里边的药 哪个能发汗 可以说 银翘散里面 就没有发汗的药 说经界 豆豉是新温 经界豆豉 在大量的银花莲翘里边 它那温性 已经发挥不出来了 没有温怎么发汗呢 这药发汗 必须用温药 凉药能发汗吗 比如说咱们喝热汤 出一身大汗 谁喝凉水出过汗 是不是这个道理 用凉药不可能发汗 但是呢 确确实实 银翘散合计之后 病人可以出汗 出汗以后 体温降下来了 热退了 什么原因 是通过银翘散 疏透表邪 使邪从表而解 表不欲了 那个表欲解除了 气机通畅了 金液还流 体内的金液通畅了 它自然就出汗 这四个字 说法一样不一样 汗出并解和并解汗出一样不一样 汗出并解是指麻荒唐 汗发出来了 鞋从汗底 随着汗就散出去了 并解汗出呢 是病人 鞋气解除了 体温降下来了 自然的出汗 银翘散是这种情况 是并解以后汗出 大家千万不要理解成 银翘散是发汗的方式 它不发汗 它是通过疏透风热 鞋气 使体表的气机通畅 今夜能够正常敷布到体表 自然就有汗 那么请问 吃了银翘散之后 是不是一定出汗 并解是不是一定汗出 不一定 也可能出点汗 也可能不出 不出并也解 有的人呢 服了银翘散之后 可能出点汗 有的病人也不出汗 体温照样降下来 热度照样下退 就是说它不是发汗的方计 而是疏风清热 通过疏透表邪 而使机能恢复正常 不存在发汗的问题 吴局通 在这个银翘散 方计里边他提出来 是根据什么原则 组织这个方计 前面我说过 此方谨遵内经 风阴于内 置以心凉 作以苦干 热阴于内 置以咸寒 作以干苦 直训 风阴于内 它不是风热邪气吗 风阴于内 置以心凉 作以苦干 是去风邪的 热阴于内 置以咸寒 作以干苦 是去热阴的 这是内经的法则 谨遵内经之训 幼宗 于家言 方相助会之说 于家言不是说 写在上交 上交如 生而助之 兼以解读吗 他又采纳了 于家言的这种说法 因为他病在上交 用生而助之 所以用青阳的药 上瓶 生而助之 同时呢 用方相 大家看看 他这个方济 符合不符合 这个原则 银花 莲翘 猪叶 薄荷 都凉 这个符合吧 加上芥碎 豆豉的心 这里边有心符合吧 有心有凉 有苦和甘味没有 苦结梗 甘草 莲翘也苦啊 竹叶也苦啊 这苦味有 甘草是甘味 也有 苦甘有 那回头来看 这甘苦就是苦甘的 是吧 不过就是顺序而已 都具备了 芳香的药有没有 谁 薄荷 银花香不香 咱们老师强调 银花是良性 质地清玄透 实际上 银花非常香 如果夏天 种上一颗银花 不用多了 这院里边 有一颗银花 满院都是香的 香味非常大 银花是方香药 所以 薄荷银花 方香助会 这个原则符合 这里边 有没有咸含药 找找 哪味药是咸的 没有 莲银苦寒 银花肝苦寒 苦结梗 苦瓶 或者是苦瘟 薄荷新凉 猪叶苦寒 生肝草肝 瓶 芥刺新温 豆豉新温 牛棒子新瓶 没有一个是咸味 卢根 干寒 这个方记啊 我根据 吴继统我讲嘛 看他这本书 要前后互餐 我往后找 大家看咱们讲 第四十五页 下一本 肺热发枕 看这方记 银翘散 去豆豉 加细生地 单皮 大青叶 背 原神方 找这方记了吧 什么意思 如果是发枕性疾病 他在银翘散里边去掉豆豉 所以我说 他用的是豆豉是新温的 他去掉一个新温 加什么呢 生地 单皮 大青叶 生地 单皮 凉血 生地还能滋阴 大青叶 清气 清二解读 背玄神 这个字不应该是玄 应该是圆 这个到底应该正 应该叫什么 正说应该 要名是什么 应该是玄神 玄弹黑奖 玄神是黑色的 所以叫玄神 但是在清朝不叫玄神 吴吉同是清朝人 他不可能叫玄神 清朝的人写 都不写玄神 所以为什么现在变成俩名了 又叫原神 又叫玄神 玄一个弹黑奖 是这神本身就是黑色 就这么个意思 另外玄又当原讲了 原始嘛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前字文不投意 就是这个东西 玄就当原讲 原始讲 所以他借用了这个字 因为清朝的康熙皇帝 叫玄业 要避圣会 因为避会 所以清朝把玄神 一例叫元神 这个大家把它改过来 元书是玄神 是元神 这个背元神怎么讲 加背 在这用一两 那原来是多少 原方是多少 原方没有 所以我先分析 前后后三 这个方计里边说背元神 当然呢 这个背字 你也可以说是重用的意思 也可以说重用元神 也能解释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这个意思 它银翘散地 原方里头有元神 至于咸寒吗 原神是干咸寒 资金降火 清热解毒 所以他说 热音于内 至于咸寒 所以干苦 他肯定原来得有咸寒药 没有咸寒药 他不能引这句话 这是个原则 他有全神 因为他是咸寒 但是呢 在后来 这个书 他反复修改了十几年 修改的过程中 他觉得悬神太利 毕竟他是表证 所以呢 他换成炉根了 把悬神改成鲜尾根了 鲜尾根 很清零啊 他不腻啊 可是呢 他忘了 这还来个背悬神的 这没改 就是应该说 原方啊 你要找这咸寒 应该是悬神 我老怀疑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什么 他主要的问题啊 就是说 他是根据内经 和余家言 说法 组织的这个方计 他对这个方计 怎么同价 他在方计里边说呀 此方之妙 欲护其须 这些方计 这个方法很好 他妙在哪 欲护其须指的是谁 温定最善商音 所以 他加了 鲜尾根 尽管他伤音并不严重 但是要预防他伤音 因为只要音一伤 正气就不足 邪气要往里进 所以欲护其须 加上鲜尾根煎汤 甘寒生金 先保护音叶 生金叶 先把邪气往里去的路 给你堵住了 等一下 纯然清素上交 无犯中下 你按照我这个祖方原则 按照我说这个柬埔法 他就只清素上交废位 不如中下交 跟中下交毫无关系 完全是一个上交的方计 又特别强调 乌开门一道之弊 什么叫开门一道 贼来了 把门打开 他作恶意 您请进来吧 叫开门一道 如果说 你要侵犯中下 就等于开门一道 邪气没进来 你给他一发汗 你不就把他引进来了吗 那就不光是中交的问题了 甚至于热线心包 甚至于出血 都可以啊 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他没有开门一道之弊 为什么呢 他只宣透上交废位 不侵犯中下 绝不会隐邪深入 而且欲护其需 增强抵抗力了 邪气更紧不来 没有这个弊端 有轻已去实只能 轻已去实啊 药物不重 银花莲窍戒兔都吃 这都是很清零的药 很清的药 药物并不重 但是呢 他能够去表邪 你要用了很重的石膏之母 反而去不了表邪 这房子好就好在哪呢 欲护其需 不犯中下 把邪气向里去的路 先堵住 然后呢 倾诉上交 使他先透 没有开门医套支笔 有轻已去实只能 药物很清 但是能退热 有没有吹吹的成分 这不是他自我吹吹 底下还有一句话 这句话 此夜市立法 九出诸家也 这房子不是我不惧同的 是从夜天市 林郑指南一案里面找来的 不过呢 在一案里边 他就是那么某某病人 某某房 没人注意 就用吴俊通的话说 人多忽知而不深究 吴俊通看出好来了 把这个房子拿过来 把它加以修改 加上计量 制定了监伏法 起个门银销散 就流传到今天 如果没有吴俊通 给他起门银销散 今天也没有 有几个人能把夜案 从头看到尾 而且能知道这个房子好 能把它选出来用 那就很不容易推广了 所以他自己说的很清楚 是夜市立法九书作家 是夜天市的 所以你看 从这个房子可以看出来 谨遵内经之训 又宗一家言 方向诸会之说 又是夜市立法九书作家 这个来路 一尊内经 远追尊或重景 近时成于夜市 是不是这么个 是不是这么个思路 内经 张重景 夜天市 后边咱们再讲方计 他的用方思路 完全是从商汉论发展来的 用得非常灵活 中胶篇 清热法的应用 下法的应用 下胶篇 资金法的应用 都是从商汉方里边改造过来 改造的非常好 当然这个方 商汉里边没有 所以银销散这个方计 很值得研究 下面是风热协气洗表的 第二个类型 风热洗表的第二个类型 是废湿宣降 还是表证 并变并不在肺脏 还是在表 因为体表有些 使肺的宣发功能 发生了障碍 它不能正常的宣发了 而出现的症状 所以肺气食衣宣降 并不是肺本身 而是由皮毛 口鼻 经络 这些道路阻塞了 肺气宣不出去 而出现的表现 什么表现呢 很简单 就这么正常 吴季同就这几个字 但科 就是 主要是科 主要是科 体温并不见得很高 也可能就不高 也可能有点低热 也可能就不发热 稍微有点渴 很轻微 但科 深不深热 没渴着 就这么个名 它的主症是科 而且还没谈 只科不受 体温不一定高 口稍微有点渴 就是嗓子发干的 干科的意思 这个证 用不用银销伞 银销伞太重了 没那么大必要 因为它不发热 或者是有低热 用不着 怎么办呢 宣废止科 制法呀 就宣废止科就行了 因为这个证后啊 就是风热协气代表 废气宣发障碍了 你要把它宣开 它就不科了 就只科就行了 怎么指这科 通过宣废来指科 代表方济 三居尹 咱们休息之后再讲 再订阅 来说 词